泰国南部这家医院 最近因为确诊病患 隐瞒了病史跟旅游史 没有告诉他 结果惨了 导致10位曾经跟他接触的医护人员 现在全部都被迫隔离 他们好可怜 是流着眼泪 进到这个隔离病房 所有的画面都被拍下来 至于美国的疫情 是逐渐受到了控制 最近还松绑防疫规定 只要你打过疫苗的话 在户外活动 你可以不用戴口罩 带你关心 泰国第三波疫情 自三月底在曼谷娱乐场所爆发 迅速蔓延 最近南部一家医院 还因为确诊的病患 隐瞒了病史和旅游史 导致10名曾经与他接触的 医护人员被迫隔离 泰国疫情构级 美国则因为疫情受到了控制 加上目前全美有大约三成的民众 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 即便管制剂预防中心宣布 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 在户外以及用餐时 可以不用戴口罩 拜登也在白宫发表演说 鼓励年轻人积极的接种疫苗 所谓完成接种 指的是完成莫德纳或辉瑞 第二剂接种两周之后 或是接种嬌生疫苗两周 但是新指南不适用于 所有的户外集会 民众参加演唱会 游行或是大型的体育赛事时 还是必须要佩戴口罩 记者五家行报道 不过现在全球最惨的地方在哪里 印度真的很夸张 现在疫情连环爆 而且黑数不断的增加当中 印度的疫情悲惨状况 让全世界现在都非常的震惊 根据了CNN的报道 确诊跟死亡的黑数 可能其实是公布数字的30倍 你没有听错 真的可能是30倍 因此推估确诊高达5亿人 而在苦难之中 居然有确诊的新郎 执意要结婚 很多富豪跟名人 包机逃往国内 国外引发了公分 这场印度婚礼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出席者都穿着防护衣 主要是因为新郎新冠确诊 却执意要举行婚礼 原本地方官员前来阻止 却发现新郎动用了关系 因此新娘只好把自己 用隔离衣包起来出嫁 另外宾客也得穿上 防护衣来见证 这场即使在苦难中 也不想错过良辰及时的婚礼 事实上印度目前的疫情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有钱的富豪们 纷纷包下私人飞机前往他国 像是杜拜就是热门景点 从梦买出一架13人坐的包机到杜拜 费用大约新台币106万元 每班飞机几乎全部爆满 另外一些保莱坞的明星们 纷纷前往马尔地夫度假 有的居然还在网上 晒出照片引来公愤 网民制作梗图来讽刺这些名人 而印度疫情到底有多惨 外界认为官方数字被大幅低估 根据CNN的报道 实际上的数字可能有30倍之多 以目前确诊数是1760万来推估的话 实际确诊高达5亿之多 另外根据世卫的统计 目前至少有17个国家 遭到印度变种病毒的入侵 其中多数是从印度英国 以及美国传入 变种病毒的传播 已经成为对抗疫情的天敌 记者综合报道